不同的年纪 还有不同的身体时期 会创造出不同的与回来 已经不见得消失的 例如我们说那种青春的肉体 还有胶原蛋白掉了 那掉了就真的就掉了 从今天起就好好保养了 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与其担心你失去的 为什么不好好珍惜现在 因为你明天会更老 对 那你今天就好好享受 今天的年轻美貌 或是好好享受今天的经历 因为你没有时间去想 我必须要告别有些东西 我没有二十岁三十岁的体力 但是当我二十岁三十岁 可能也没有现在的魅力 所以那你看我失去的多 还是得到的多 你说岁月这件事情 到底让你失去的多 还是得到的多